第八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 及第二届世界广东华侨华人青年大会 于10月5日至7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 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代表 共去相情 大会以百载月桥路 新系中国梦为主题 以探索历史 融会文化 展望未来为主旨 大会于5日晚在悉尼歌剧院隆重接幕 国务院桥物办公室主任邱元平 中国珠奥特命权权大使马昭旭 驻悉尼总领市李华新 毛里球司副总统贝勒波 以及来自澳大利亚联邦 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众多官员 出席了活动 本期十月联会主席 澳洲广东侨团总会董事局主席黄向墨 马昭旭大使 球员平主任 以及众多澳方政要先后在会上致辞 高度肯定在过去近200年间 在澳广东籍华侨华人 对澳大利亚和中澳关系 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6日在澳大利亚科技园召开的研讨会上 大会举办了多场国际性 学术性专题研究讲座 大会另评选出 2015世界广东华侨华人十大集出青年 当晚在酒会上举行了颁奖典礼 中国著名歌唱家韩磊 著名青年歌手央金兰泽 作为特别嘉宾出席了活动 领南文化特色展示和乐剧表演 也成为大会的一大亮点 本期大会由澳洲广东侨团总会主办 是该大会首次在亚洲以外的地区举行 下届将于2017年 仪式加拿大温哥华举行 人民网细腻报道